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陳恩俊 受到一度低壓鈔的影響 今天都錄過不少雨 在雷達圖上我們見到 廣東沿岸周圍 今天都有不少雨區發展 由午夜起繼 新界部分地區也錄到超過40毫米雨量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見到一道廣闊的雲大覆蓋住廣東 在維港的天氣照片上 亦都見到今日的天色以多雲為主 比較少見到陽光 所以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都是在28、29度左右 我們預計位於西北太平洋的高空反氣旋 將會逐漸地向西伸展 華南沿岸的天色 亦都會在未來的兩三天逐漸好轉 因此我們預測今晚和明天的天氣 將會是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 明早早部分地區雨勢較大 下午趙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在26至30度 吹和換的偏南風 初時離岸和高地風勢清靜 我們預計下個星期的時候 華南沿岸將會受到一股炎熱的西南氣流影響 到時候亦都會有些趙雨 所以我們亦都展望 接著那幾天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 亦都會有一兩陣驟雨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見